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在国外学的是比之理好 孩子是否适应国外的生活 在国内在国外比较起来的生活肯定有很多的不一样 我哭了你必须面对寂寞 出国的经历能否成为人生的转折 学的语法还是词汇 一个一个中国的老师可以可以真的可以教你们好 但是经历不能和能力化等候 本期节目我们将一起探讨关于出国留学 你好观众朋友 这里是梅子开讲 欢迎朋友们的收看 这期话题是关于中外教育 这个话题说起来有点大 那么我们想对教育这个话题来进行探讨 不过节目开始之前 先来认识一下我们现场的两位嘉宾 尚瑞哲 1999年5月 加拿大多伦多市约克大学毕业 1997年9月 在北京语言文化大学获得普通话B级证书 此后在国内多所学院任英语教师 昆明西海岸资讯服务有限公司全职咨询顾问 热补于游泳 航海 滑雪 足球 自行车及武术 李勋2003年毕业于云南大学旅游管理专业 同年到澳大利亚西西尼大学 攻读旅游管理硕士学位 现就职于昆明新海岸资讯服务有限公司出国顾问 说到冲换教育的话 可能大家更希望多地了解一些国外的教育是怎么样的 因为现在我觉得很多孩子们有机会 他们都希望到国外去留学 不过我们现在想先问一下 我们今天在座等的有中学生 有大学生 大部分大学生 那还有学生教长 我们先来做个现场调查好不好 我想问一下 现场的朋友 如果有机会 你愿意到国外去留学的 请举手给我看 我说的是愿意的 那么我想问问你们 你们出国留学的原因是什么 我认为出国主要是为了 更加丰富自己的知识 和更好地了解一下世界吧 我想去国外更多的是为了换一个方式去生存 在国内 在国外比较起来 生活肯定有很多的不一样 嗯 你觉得这时候叫体验生活吗 我想 到了国外 在留学之后可以进一步提高自己的进展力 我想了解一下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成长的人和有什么不同 嗯 刚才我觉得我们这么多同学 他们都说了一个要出国的理由 首先肯定是要问一下李先生 你也是出去回来的一个学生 那就是说你包容了他们的这些目的都在你身上 你说都有 那么你去以后都达到目的了吗 都实现你的这些愿望了吗 就是你要验证这些东西你都得到了吗 嗯 生活方面更多一些 就说是他们说换一种方式生活 嗯 我觉得更更多的是这方面的这些体会更多一些 那教育方面呢 教育方面 刚才我们同学也也有提到就是不同的教育方式 体验不同的教育方式 你体验到了吗 嗯 体验到了 因为就像说是在中国 比如说我义务教育的时候我学的东西可能更多的时候是老师教你应该去学什么 嗯 然后这个东西你学了就应付去考试 啊 理论的东西更多一些 但是在国外你学到的东西说是 我呃 比如说是一个理论的东西 考试是教你怎么去用 用这个理论 把这个理论用了怎么去解决实际的问题 嗯 就是更多一些 嗯 去去国外学的什么 嗯 每一个专业都不同 嗯 有这个专业也可以留在国内 也可以在这里学的 嗯 不一定要要说啊 在国外学的是比这里好 就是不一定的 嗯 那你们你能不能告诉我们 因为我们还这些所有的朋友都认为 我到外边就一定能够提升 我到外边的确就可以学到我想象学到的东西 你刚才说其实不一定国外的教育就一定比我们国家好 对 那我们现在说一说 你认为我们中国最成功的教育是什么 最好的是嗯 我认为中国的中国的学生啊可以说啊 啊 高中别人他们知道的比我们西方的特别是北美洲的 就是知道的多 他们的知识面要广 对 他们他们学的多知识 所以可以说他们好像 比如说啊给一个北美洲看一个世界的地图 但是没有写那个国家的名字 嗯 可能加拿大的美国的他们可以认识了五六个不知道比较少 但是中国的中国的高中毕业生 二十个三十个五十个多 那其实可以从另外一种角度说就是说 你说的这个分析能力可以用一种方式来表达就是应用能力比较差 是吗 那种怎么样把那种死记性背的一种学习过程转化成一种应用 可以来跟阿哲进行交流 我想问一下在你们国家对于语言专业它的教学应用是怎么样的 嗯 我第一个老师是北京人 我们这么学的 我还是还记得我第一个你第一能唱的那个中国中国歌 啊这是这是比较比较好的学法我认为 就是后来我们开始学的那个中国的语法 还有慢慢进步了我们的词汇 第一步他也是已经了解我们西方人是怎么学的 他是要我们开口 这是最重要的 我们不要怕犯了错 我认为中国的中国的学生太太有面子 所以他们不要不要开口因为不要不要犯了错 但是我想说不要不要怕的这样子的 犯了错就是进步的 如果你没犯了错 你做的东西是太容易的 做的太容易的东西 做事是不能提高的 不能进步 说到这个语言教学 那么可能刚才我们说的 很多同学都希望出国去 而且现在我们每个学生 都把这个外语教学 英语教学看得非常重 而且是作为一个必修的课程 必须学好的 那么要出国肯定得跟外语挂上钩了 首先我想问问李先生 你出去的时候 你的语言过关了吗 当时我出去的时候 语言可能必须都要考雅思 我语言的话考了雅思6.0 但是还没有达到 他那个硕士的入学要求 但是在国内的话 雅思6.0应该还是算比较可以 但是真正的到了国外以后 我觉得语言还是不够用 因为毕竟大语言环境是英语国家 你考试的雅思的很多东西 可能是书面上的 但是你到了实际生活当中 你买个汉堡 然后问一张地铁 你都得使用你的英语 就是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都得用英语 不是一张试卷 或者一个雅思试题 能够反映得出来 那你还是不够 你说不够用 到了国外怎么办呢 不断地学习 然后最主要的一个途径 我觉得我提高最快 住在了当地的那个 白人家庭 寄宿家庭 然后跟他们不断地交流 从吃到住 就是洗衣服 也跟他们在一块 嗯 嗯